大哥我看咱们这俩这么多画呢 这是油画的啊 这都油画 这咱买的吗还是修长的啊 这是我画的 这是我画的 所有的这些画都是你画的啊 对对这都用板 我这都是自己画的 真是额头上挂钥匙 开眼界 别看大爷表面上是个粗人 但人家背地里却是妥妥的天才啊 这屋内摆满了各种世界名画 整的红娘也是瞪大了嘴巴 要多猛有多猛啊 我不做两家吗 你宰这个同样的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是两家 这个大姐他二姐 打他两份工啊 那我水两份工 晚上一个 晚上白天给人送货 那大哥那我也问一下呢 那你这不相当于白天 白天送两几瓶 晚上大几瓶 你这二十四小时都不修吗 我不修 要不说呢 我停价不容易呢 那我问一下 你这那得算两份工钱吧 对对对 那加一起多少钱呢 也就三千五六左右 那下岗的话 咱们别得有退休金吗 有有有有 退休金大概多少钱 都是我们自己交 那三千来块钱 三千二 三千二 那你这其实行啊 你看你退休金三千二 然后呢 再加上 比如在这打工三千五 那你这个一月一月 也将近六千多呀 对对 反正那样 天空一声巨响 咱们大下闪亮登场 真是城墙上的首位 高手啊 虽然钱都大也表示 资格的收入是三千多块 可是人家这只是算上了 资格现在在外工作的收入 这要是再加上退休金 人家可是六七千块呢 这水平也算是同龄大下中的佼佼者了 真是央地里窜老虎 一想不到啊 一推开大爷家的房门 红娘就看到这墙上 摆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种玩具 要不是大爷连忙解释 红娘就得误会了 还好儿媳妇只是由于特殊原因 暂住在这里 否则这指定要耽误以后找老伴啊 大哥我看咱们这俩这么多画呢 这是油画啊 这都油画 是在买的吗 还是收藏的呀 这是我画的 这是我画的 所有的这些画都是你画的 对对 这都用板 我这都是自己画的 这个圆丑 我给你拿来 你这圆丑这一样能好看 这是圆丑 这近丑啊 有点一种没有效果 我觉得 你是从小学学的 我小学上学的时候我就爱好 始终我就没断没冷 就小学那时候我就爱好 这树苗啥都爱好 我从树完苗之后 我就爱好油画 水彩是不是 对水彩就油画 对对对 画了多少年 我这画正六年头了 你这么说吧 你看我从学校的时候 就开始爱好画 就是有时间了 没啥事 工作没有不忙了 我就回家去画画 动一动 这么冷 始终也没冷 就像我到这家里 我是冷的 那不要这么说 这只是一部分了 对不对 我都冷不少了 我的天哪 我看到 这个萌娜丽莎 也是咱们画的 对对对 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 大海眼界啊 红杨一推开大爷的卧室 看到这上面摆满了 各种头画 又是萌娜丽莎的微笑 又是各种娃娃 还同这凑近一看 那是叫一个活灵活现 本来还以为大呀 只是出于兴趣 爱好纯属收藏 哪成想一问才知道 这全是人家动手画的呀 这可真是给红娘下萌了呀 人家还没有对此专业的培训过 完全是天赋爱好实属天才呀 我是想开了 儿女同样都不能过去 不给他们添麻烦 我就先找老伴去这个医的 等他们走的 小厅的 把家手里缩的 等以后呢 我总要把这个 再重新改造装修一下 这都好几年都淘汰了 我要想找 啥你别吐意 我也不吐意你啥 咱俩你就一心一意识 奔我过日子 人来的 你就好好就跟我过 你呢 假如说呢 要是一心一意识过日子 我就把心都交给你 主要人要是跟人家 踏踏实实 乘一生意过日子 我瞅对眼 这就行 说起大爷的择偶要求 人家也是直言 我不吐你美色 你别吐我房钱 大爷就是打心你的 想找个踏实过日子的人 夫妻手牵手 余生一洗走 而且等儿媳妇一走 人家就把屋里 好好装修一份 新媳妇配新家 想想都是飞机上我腌制 美上天了啊 在干啥呢 在这块啊 我做保洁 在房间做保洁 是在公寓 对啊 我刚才看了 我说咱们这财富广场 我看都是一个小家 一个小家 都是那种公寓 属于玉租房 玉租房 不一定 有是玉租房 有的是个人家住 老板有十多个房嘛 个人十二点退房 退房以后了 我就我收拾房间 你就负责收拾房间 对对对 他这边刚退 我要来收拾 东西都送来了吗 你这不吗 我赶紧房挺大的是不是 那这都有 你就是相当于负责场吗 我就是收拾 走了 把墙袋重新换一下 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 一月两千亿 那就收拾我帮你吧 大姐 你给我看平时 咱今天多大岁数 62 我收拾房挺年轻的 我长得也挺养的气的 那说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 一直都是这种发型 对对 这种发型 从来没变过 是刚烫的吗 这没有 现在已经烫 我八月份是九分烫的 烫了 那就小半年了 那咱是平时自来卷吗 自来吧 有点卷 有点卷不是那么多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登场 本来丑大妈 打扮得如此光鲜亮丽 就是老鼠掉进水缸里 时髦的不得了 这还以为人家 是个老板娘呢 一问才知道 原来是人家 在这里干清洁员的 看到这样的发型 红娘也是直呼掌见识的 可见人家骨子里 也是年轻易旧啊 我啥也没有 就是退休金了 房子了 什么都没有 离婚师傅都给我 那个拿房的 我没有 哎呀 其实话长的 我刚开始八一年八二年的时候 在外面摆摊 那是不是刚刚给你做买吗 摆摊 摆摊卖 摆摊卖小百货 服装 后来摆摊越来越多了 买的也不好做了 跟我说一样 跟我家那边有言计 我说咱们开饭店吧 开饭店挣钱 饭店多的一桌 利益多高 咱们挣钱不开饭店 开了 我到我离婚的时候 开了十三年饭店 这十三年当中吧 吵几年了我家那儿就出轨 我知道 就是跟那个服务员呗 我也不想跟他吵架 咱们好聚好散 咱们缘分就到头了 就完事了呗 那离婚的时候 那你为啥竟然出户啊 不行 那孩子呀 当时就想着家里头就啥 财产啥 带孩子给儿子呢 是不是啊 对啊 就啥也没有 对对 啥也没有 就房子也没有 啥也没有 都比好年气的 我还讲话了 他们一起一下 一下跳出才好 真是唱戏的唐眼泪 可歌可泣啊 说起自个的感情经历 大妈直言先前和前夫 开了一家饭店 本来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夫妻携手经营 想想都是美差一桩 哪成想没过多久 前夫就跟服务员勾搭在一起了 大妈为了家庭和睦 更忍了好几年之久 这最终为了让儿子 有个更好的生活 大妈自己竟然选择净身出户 反而成全了那对狗男女 属时李普他妈妈给李普开门 李普到家了 花钱随便花 但是我买都没有贵的 我衣服从来没有贵的 我最贵的衣服 就四百多块钱的衣服 我都是像我穿这个 都是几十块钱的衣服 没有贵衣服 我硬肯把这一千块钱 买个三套五套的 三套五套六套七套的 一套一百多块钱 八几十块钱买这个 我多穿几套 我不穿一套贵的 我这个想法你知道不 化妆品我从来没买过套盒 从来没买过 我买的化妆品都在网上买 五块的 七块的 八块的 二十块 最多二十块钱一瓶 我从来没买过成盒 长中大没买过成盒的化妆品 我就买十块二十块的 你给我买也行 我也不挑多少 我也不管你要钱 你开多少钱是你开的 就是吧 你能养活我 你开多少钱我不管 说起自个的择偶要求 大妈也是一有意识坦一闹 自个虽然花钱是随心所愿 但从不大手大脚 以后要真实跟对方走到一起 人家就绝对不配伸手 问对方要钱 只要两人能够踏实过好日子 就别无所求了呀 那咱们就骑着看畅板 走着瞧吧 我的心哪一万一不能飘 大姐还没能准备好呢 我心都直跳 大姐高兴的平衡心情 咱们先正式介绍一下 这是谢成仁 谢大哥 许清 许大姐 挺好 不错 长的一些 个头一些 个型 个我挺喜欢的 我喜欢高哥哥 大高哥的 喜欢大哥哥的 但是他不像素质大 不像那个驼背啥的 有素质大的吧 就去溜过溜足以后 就是这样的事儿 那是就不好看 他挺直流的 这是再找了这房子 十五六年不给他住了都 再找一见 始终就租着呢 租着吧这几个四个来月呢 是我儿媳婦现在给他住呢 房子我不在乎 就有住地就行 房子屋里好呢 我都不在乎 就是打比方说 他喜欢我了 我喜欢他了 说这房子有什么要求 我啥要求命 我因为两个感情好就行 别住房子住就行 像我现在住房子 做脑心的 一年后 钱块钱给你了 真是老奶奶钻被窝 给爷整笑了 大妈正在房门外 还没做好准备呢 这小心脏是砰砰磁跳 生怕接下来 相亲会一步流神乱了节奏 红娘哥这头正想 开口安慰大妈 大爷在那头 就直接把门给整开了 还真是矮子齐高档 上下两难啊 不过好在说起 这两人对各自的想法 大爷是直呼 长相各头都中意 大妈那头 更是害羞的老脸通红 直呼喜欢大的大高盖 而且看到家里 这么乱呼的条件 人家也是直呼不介意 还真是小马拴在大树上 牢靠的不得了 他自己画的啊 这这都是 里面整个那些都是 画老多了 画老多了 全人家都知道了 这都是 这里有这都是 要说呢 就像我这画小孩 这都是自己画的 哎呀 还有这呢 这这都是 这这都是大哥自己画的 画真的好 全是大哥自己画的 还有菜 嗯 画确实挺好 有菜 该的事还有菜 你看他回家里面 画一画 那你还消磨时间 还动脑 大脑活动还好 到岁数脑的活动 活动的批 批那个啥不行的想 他也愿看 所以说就共同有爱好 我这呢 我也是就愿找这样事的 你别整的这边 你别画 那妈呀都给我 他爷爷画那些 你想我儿子 有什么就烦 不行 那妈呀有油味 有味 把孩子都熏住了 那咱话说 那以前画油画 不都这么画吗 那把孩子熏到哪去 首先孩子从来都不上 有缘前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 大妈一走进大爷的卧室 看到这摆着琳琅满目的 各种油画 也是由衷的佩服人家 毕竟像这种手艺的属实 是不多见 大爷一看到人家 不建议自己的爱好 也是直呼感动 连儿媳妇都建议 闻着碗上头 但大妈脸上 确实开心依旧 还真是公子娶小姐 鸳鸯一对两项配啊 我说我找的像 我不找那个 就是没头发的 能长出头发呀 我头发是有 还是留头发好看 这是我原型 就我死这个老伴 你挺帅呀 大哥正常有头发 就是这样事的 挺帅呀 然后大哥就不行的啥 头发 你看大哥啥 你看能看出来 有黑的有白的 大哥一行的干脆 我就都剃了 现在吧 还留不住了呢 你一留长的吧 就脑皮就好像 剩的时候 我就不愿留了 就不得劲的 像原先那时候 我说不好话 真的我这时候 年轻时候吧 我还烫过头呢 真的原先我真都烫过头 爱美是不是 对对对 以前的时候 烫完头的时候 就像外国人 连都说了 真的原先我各单位 那是有名瓦西里 学校老师都叫 我现在我不在乎那些事 就发型还不介意 不介意 我瞅着挺温柔的 就像 就像那感觉 感觉这样 跟我性格好像差不多 我觉得那性格 说起自个的真实看法 大妈直言自个先前 找对象 那可是一贯秉持的 绝对不找这种头发 大光瓢 一出油就争争反光的 但现在一看到 大爷是长相帅气的 大高个 那是完完全全 就心动了呀 就冲着人家为了大呀 而改变自己心里的 真实想法 那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铁头戴了钢帽子 保险的很呀 我非常简单 我穿戴从来没有 最贵的衣服 就400多块钱的 最贵的衣服 都是几十块钱 我像我穿着 都几十块钱的衣服 化妆品啥的 我没有一个 说成套盒买的 就几百块钱都没有 都是15块的 6块 10块 8块的 最多20块钱一瓶 就那一堆 也不值 也不值个50块钱 我们消费习惯还行 都不那么太浪费 我们是国家人 咱就说这意思 就一看到 刷牢壳就看出来 不像一只说 就不过家 就像你就把家造皮肤圈 它不是那样事的 国家方面 咱就不用说了 你看看吧 你谁进屋 谁都没有说一个说个哈 我虽然我啥也没有 但是我东西 我无啥必须 我住的房子 我必须我收着这 你真的是住的房子 我没有退休金 第二天我也没有房子 因为没有房子 我现在住房住呢 反正条件就这条件 你要介意的话 那你就得考虑考虑 就说啥人要好 不在房子 就说啥 这样事跟家过 也是踏实点 就说这意思 他是有房的话 有啥的话 他跟家也不踏实 就说这意思 要真是干啥的话 他真有那个心意 咱就像样的过 就说这意思 他心的瀑布你这头 不像说别的 他这真有房 有啥的话 人跟你干啥呀 我没别的 就说这意思 就像他这呢 没有老宝 这样话说来 多少来说 也必须要没犹豫 犹豫都无所谓 但也要是好的话 各方面都行 也就无所谓 说起以后 两个人过日子 大妈也是城墙里捅毒肝 实来直去 食言自己花钱 从来不大手大脚 衣服顶破了 天也就是几百出头 而且化妆品 也是几十十多块 大姨一听到 人家的消费习惯 也是直呼同业 这一看就是 他是过日子的人 大妈还坦言 自个现在没有住房大妈 就是八月十五的月亮 光明更大呀 出入可简单的 是不是这样的事呢 还整得挺温馨的 好自我 我跟你说 这个咱可是属于啥呢 就是突然来的 是不是 那是 之前都没拿钥匙都没收拾 真的 从她不收拾 我从她不收拾 从她就 我天天总是监视这样的事的 是真实的 大姐之前一直紧张 就比较在乎 你看 反正我也挺真实的 对吧 我就真是干净这一块 对 我也没有劳保 再一个呢 我房子也是租的 对 但是呢 我也让你过来看看了 你看我是不是你过日子人 对 或者啥的 是不是 对 对 这跟房门馆 这都是影好 比啥都强 不在房子怎么样 您挺干净利索 就说这个意思 从哪看来 就从这个家 就能看出来 就说咱都看家 这么说吧 她过日子 比我以前的小孩强多了 你说人家东西 各方面料理 真的比较 打理的比较好一些 丑的比较顺眼 真的 你这日后要是过家 那现在自己有房子 那不就更好办了吗 所以说目前呢 就是说现在呢 这丑的都听不错 挺好 挺有眼圆 看我们现在日后 再接触一阶段 在闹闹磕啥啥的 不能说广看 暂时再投一天 是不是 实实在在 我们再相互 再了解一下 互相再沟通一下 时间长了 对不对